果子形似佛手 千奇百怪 到底能够做什么 对嗓子啊 还有肠胃啊 都是比较好的 打开电商渠道 一斤佛手从几脚前 卖到三十几元 有什么诀窍 这个剪下来 大概要卖多少钱啊 八十块 迭代创富 从育苗开始 一亩创收几十万 他是怎么做到的 做到标准化 做到工厂化 做到产业化 我觉得这些突破以后 就是人会特别兴奋 一个神奇的小村庄 蕴含创富大力量 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走进 浙江省京华市 北山口村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浙江省金华市 金华山脚下的 赤松镇的北山口村 当地呢 有一个特产啊 就是我手里拿了这个 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 反正啊 我是第一次见到食物 它似花非花 似果非果 有的呢 紧紧的抱在一起呢 像一个拳头一样 这个 有的呢 就像仙仙玉手 当地人 遇它为 果中仙品 世间其会 它呢 就是佛手 金华 种植佛手历史 已近千年 2014年 农业部正式批准 对金华佛手 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 近几年 金华佛手 种植规模迅速扩大 已经成为 继金华佛腿之后 又已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产品 现在呢 是早上七点钟 我们已经到了 老行的家里啊 准备跟他一起去 地里摘佛手 我拿筐吧 这么一扎落 走吧 走 看这个车都是小洋楼啊 是不是都是 卖佛手挣的钱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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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行的 对啊 对啊 看小楼 小白楼 都美啊 每天要拉几车呀 两车 两车是吧 要忙到几点呀 要忙到五点 我一天最起码两车 昨天也两车 天天两车 对不对呢 没有两车 这个货供应不了 不够买 那咱们下面这个绳是 绳子不剪掉就好了吗 它这个为什么要挂好多绳 是不是因为它太沉了 对啊对啊 你如果绳子不掉它就太沉了 我们把这个汁也压弯了 这个手指头 哦 没有这么紫 哦 不能冲上掌 哎 对对对 然后跟这个一样呢 它就弯了 它就歪了 你把这边你看看 你看 这边它就是弯的了 往下掉 它不竖起来 它就这样翘起来 那这个就挂了 对 挂了就没有纸的好看 不像手指了 对对对 哦 就在那边 很香很香 我已经闻到了 哇 真香哎 有一种这个柠檬香 但是我觉得它还独有一种气味 是那种花卉的香 花香 是吧 对啊 清香的味道 真的 真的很香 嗯 好闻 这个味非常好闻 也可以作为这个室内的空气 对对对 是吧 哦 嗯 剪下来以后 我看这很多刺啊 我们要把它剪掉的话呢 哦 吃剪掉 一稍不小心就会扎到手 你看这根刺 特别长 这刺足有两十米 这个剪下来大概要卖多少钱啊 八十块 对于佛手 您一定怀着一刻好奇的心 它到底是用来吃的 还是观赏的 从开花到结果 一共需要几个月呢 七月份开花 嗯 效果是从五月份差不多 就这么小了 这么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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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十一月份 对 要长半年啊 对 半年多 现在是还有点轻了 是不是 哦 最轻的 再过十天全部都黄 这个果子再过十天 对对对 就黄了是吧 哦 清果的价格 跟这个金色的价格 一样的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是用 用这个 这个柚子的树桩 哦 这底下呢 这个树桩 嗯 这个佛手的枝条 哦 架结上去 今年架结 明年就结果 哦 每年都是要架结 不是一年架结好就 就不用管它了 对的对的 它能长多少年呢 最最起码十五年到二十年 就架结以后这二十年之年 它就每年到这个时候 每年都长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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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